怀孕 定不负王妃嘱托 事与恐服密罩共存亡 母亲 阿妩 王妃 徐姑姑 王妃 是阿妩 阿妩 母亲 怎么了 你说什么 子律她反了 我真没有想到 竟然是子律她 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母亲 时候不多了 等一会儿我要去西郊大营 天亮前我必须赶回宫中 徐姑姑 我有一事相托 王妃请假 劳烦你去把宋怀恩将军找来 是 我这就去 站住 什么人 京城现已封锁 任何人不得出入 速速回去 是 我是魏将军的妹妹 家有急事 我需要找到她 哥哥 我知道你还在生妹妹的气 不过家是 慕容外人之 我们需换个安静的地方 请魏夫人 我 母亲 豫章王妃 我魏汉与你无冤无仇 你居然劫持家母 豫章王妃好生款待 为娘未受半点委屈 为娘大半辈子过来了 什么阵仗我没有见过 唯有今日奇遇 还真是头一遭 我们早就听说过了 豫章王妃 挥州守城 谋勇兼备 今日领略一二 实乃我老身有幸 魏老夫人 这日循环宽广 果真是经过英雄 王妃说 当年魏老将军 驻守襄阳时 幸好魏老夫人 待全城妇孺 供修夫人强实乃壮举 那夫人强经过了风风雨雨 到现在仍屹立不倒 魏老夫人还恳请您 多劝劝魏将军 沐昕 儿军令在身不可 我只问你 是否信他 皇权威严 儿岂能违背呀 你还记得 你当上驻国将军那一日 娘如何说的 沐昕 曾嘱咐儿子 抉择面前 大义为先 想必魏将军也听说过 我夫君一张王 不惜在大婚之夜离京 只为与我父亲划清界限 我也一样 王宣此行 不畏王室 只为家国大义 眼下 恳请魏将军 看在皇帝与朝廷 位在旦夕的份上 助我一臂之力 如今京急大军十二影 已有六影 听从二皇子殿下的调遣 即便我未很肯信 也未必能追随啊 你还啰嗦什么 我的耳啊 既然 王妃要出城 那事不宜迟 便急早动身吧 怀恩 这密诏和虎符要交给你了 王妃这是何意啊 魏将军说得有道理 今夜我不该出城 而你可以 怀恩 我把所有人 和大乘江山的命运 就都托付于你了 还原 定不负王妃嘱托 事与恐怖密罩共存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